大家好,我是Kenji Chai 我是一個圖牙藝術家 其實這個圖牙是在80年代的時候 那些黑人畫在牆上 就是這個地區是我的 你們不可以過來 延伸到今天的我們就是說 圖牙藝術家會用噴漆來畫畫 就像我這樣 去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在圖牙裡面其實有很多很難忘的經驗 其中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路邊一起畫畫 然後經過有很多人給我們讚啊 然後買水給我們喝啊 買食物給我們吃啊 而且還有人給錢我們 因為他覺得我們去美化這個地區 他們也覺得很驕傲 2013年我就畫了這個狗 在2013年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流浪狗被車創死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可憐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一個小生命 沒有人去管他們 我就聯想到我自己父母離婚了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然後就來到吉隆坡去找吃 我的思想是說 我怎麼樣用我的藝術 去改變人家生活 就是說我畫這個狗 因為跟我很相似嘛 我希望把我正能量 傳達給所有的人 這些都是我在平時在街上做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VTX畫最大 除了這個我也畫在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檳城 我也去到國外 就是被邀請去日本了 我也去畫我的拆口站在那邊 希望也是可以把我正能量帶過去香港 然後接下來這個也是我另外一個 最大的一個成就 有很多人問我 畫這樣高你不怕嗎 可以驚的大哥 有 台灣直接毛病啊 為了夢想 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看你鞋子 有沒有綁好鞋帶 因為如果事情發生 一定要跑很快 每一個我拿到回來的一些案子 就是當最後一個案子來做 我做好今天 我就可以製造未來 因為人家會感受得到 你是一個怎樣的藝術家 一個爛的還是好的 因為我們賣的是感受 除了藝術是賣的感受 最初的所謂的 我經常跟不回家 然後一張熊 看一張熊 背部 等一下